今天读这本书 很有意思 四个推荐人 陈坚教授 牛军教授 沈志华教授 王继思教授 都是我的好朋友 本来想读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的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 没想到前不久还在销售的这本书绝版了 在旧书网上价格翻了十倍 可见这个话题很受关注 但是我发现了一本类似的书 就是文汇出版社的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 其次意思差不多 就是追溯中美外交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很短 如果从独立算起 也不到三百年 所以我在北京的山源接待美国朋友时 常常调侃说 共识堂的大门历史比美国长 因为这扇大门是清中期留下来的 当然历史长不算什么 有时候也许还是包袱 起码从历史上看 新诞生的美国要向古老的东方帝国 首先伸出手来 这也是很正常的了 这只是历史 从现实来看 中美关系在走下坡路 而且有加速度的迹象 即便是拜登替换了特朗普 美国的外交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次能不能由中国伸手拉美国一把 现在很难回答 于是我们只能先看历史 从历史中揣摩现在和未来 1783年9月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 第二年的2月 有一艘美国轮船叫做中国皇后号 从纽约启航 开始了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性首航 与此同时 另一艘船爱德华号也出发了 它的目的地则是伦敦 这后一艘船实际上是向美国前东海 英国报到的 船上装的文件是美国的出生证明 宣告最年轻的国家从此诞生 正式的说法是 大陆会议各部正式派遣使团 携带和平文件定本 中国皇后号的任务 在我看来主要是做生意 是和陌生的中方大国建立联系 但是这本书上写的有点高大上 说是向全世界宣布 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世界强国一脚高下 和前宗祖国报到的船 和前往中国的船同时出发 似乎也在说明美国对中国的重视 这一天2月22号 正好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的52岁生日 这纯粹是巧合 按计划这两艘船应当早一点出发 但是由于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冰雪阻碍了行程 按照迷信的说法 这似乎预示着某种不顺利 其实不然 这两艘船承载着对美国未来的希望 其实也算是功德圆满 虽然中美两国相距甚远 但是中国的货物颇受美国人喜欢 早在独立战争前几十年 通过英国商人或者走私者 美国人就已经能够获得所需要的中国货物 包括瓷器 丝绸 茶叶和称为南京布的棉制品 然而美国人此时还无法与中国直接交易 大英帝国的版图中 唯一能与中国展开贸易的是垄断机构 英主东印度公司 但是随着独立战争的结束 美国商人已经不再受英帝国主义的撤走 可以自由前往中国了 其实有一个不安分的美国人叫雷雅德 早就到过广州 因为他曾经参加了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库克的探险船队 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我想最深的印象大概就是人傻钱多 因为是探险船队 所以他们走了很多地方 在土著印第安人住的地方 他们和印第安人以物异物 用刀子 钊子和零碎的铁和锡 还有钉子 钮扣 镜子等 换了印第安人的1500张各种皮毛 有熊皮 狼皮 狐狸皮 特别是海塔皮 这1500张皮毛来得很便宜 没想到船队到了广州以后 这批皮毛成了巨大的财富 一件品质上乘的海塔皮 在广州要价达120美元 那个时候120美元是天价 即便是破旧的皮毛 也一样能在广州卖出好价钱 雷雅德对广州堪称暴利的交易念念不忘 他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关于这次冒险的书 书中写道 六个便是购得的皮毛 运到中国就可以卖100美元 他写道 通过北太平洋打通中国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 这条航线极具价值 对美国特别是北部各州 尤其适用这么大的诱惑 让船员们迫不及待的希望立刻重返西北海岸 收获更多的皮毛 这样的信息肯定会传递到美国 中美出狱 对于美国人来说留下的影响是深刻的 所以中国皇后号 在美国刚刚建国就驶往中国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崛起巨大的财富 当然除了财富以外神秘的东方古国 对美国人也是巨大的诱惑 到了1785年的夏天 有一个美国的爱国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说 中国注定会对美国的未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现在看起来200多年前的这个预言没有错 据说中国皇后号成功后 一个南方人宣称 全美无论各地多小的村庄 哪怕只有一条能够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 都开始计划前往远东的贸易 当然这种说法略显夸张 毕竟前往中国的行程少不了坚实的后勤与财务 只有少数商人和港口能够做到 但是无论如何 从中国皇后号1784年的开启航线 到1814年的正式结束 美国有近300支船只到广州造了618次航行 如果加上官方没有统计的走私 这个数字会更多 在这之后的200年里 中国和美国像一对欢喜冤家 有频繁的往来 也有不堪的往事 有些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 但是在中美相遇这本书中 打捞出很多沉在历史之湖的小事件 有的小事件其实影响极大 但是即便是中美专业的专业人士 也不见得知道 因为他们不一定是历史研究者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有诸多的咯咯搭搭 但是总会被克服的 这也许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之一 谢谢大家